好了,休息了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课程 刚才讲了这个一扇形水机变量的分布率 接下来我们讲了一下三个比较典型的一扇形水机变量的分布 首先讲到的是这个01分布 或者也叫做这个两点分布 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入手 刚才这个从学校到这个火车站的这个例子中 它题目说的是一路要经过三个独立的交通灯 如果我们把题目改一下 它只要经过一个交通灯就好了 这一个的时候就不用说独立不独立了 它只要经过一个交通灯 而且这时候交通灯如果是绿灯的概率呢 它是P 在这里呢,我们考虑这个交通灯 还有这上面那题里 我们只考虑这个红灯或是绿灯 不考虑黄灯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它只会出现红灯或是绿灯这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然后以S呢,还是表示第一次停下车来的时候 它通过交通灯的数目 我们现在来求一下这个S的概率分布 因为只经过一个交通灯 所以呢 S的曲子要不就是0 要不就是1 S等于0的时候也就是说 它在第一个交通灯 就是唯一这个交通灯的时候 停下来了遇到红灯 因为不考虑黄灯的情况 所以呢 遇到红灯的概率就是1-P了 然后如果S等于1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交通灯 遇到这个交通灯的时候 遇到了绿灯 根据题目说 我们说给的概率就是P了 我们把这两条式子总结了一下 就可以得到这条 看起来很复杂的式子 其实这时候K是 直等于0或者1 它如果K带进去 其实就得到了上面这两条式子 然后把他们S的曲子 和它对应的概率写出来 写出它的分布率 就是这种情况了 它S等于1的时候 它的曲子是P S等于0的时候 它的曲子就是1-P 然后像这种随机变量 S只能取这个0或者1的情况呢 当然你不一定要取0或者1 你可以取1或者2或者3 所以你自己喜欢呢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取这个0或者1 然后我们把这个S称为 以P为参数的01分布 或者是两点分布 这01分布就代表了 S只能取0或者1了 以P为参数 那么这个P代表了 这个P代表了 S等于1的时候 它的概率 然后像这种试验呢 它只能分为两种情况 所以S只能有两个曲子的 再看一下 更常见的01分布 会是在抛硬币这里 抛一次硬币 用S记录这个正面向上的次数 那么S等于0的时候 它是1 2分之1 S等于1的时候 也是1 2分之1 所以这里呢 P呢 是等于1 2分之1的 然后像其他的01分布 像刚才提到的那样子 对于明天的天气 用1记录明天下雨 用0记录明天不下雨 这时候呢 ESET这个随机变量 也是服从这个01分布的 如果明天下雨的概率是P的话 那么S等于0的时候 就是1减P的概率了 S等于1的概率就是P了 然后讲到这个01分布 就不得不提一下 这个伯露力试验了 什么叫做伯露力试验呢 其实像刚才这里的抛硬币啊 或者是明天是否下雨这些试验 它可能的结果只有两个 它运弊的可能结果就是 正面向上 正面向下 明天是否下雨的可能结果呢 就是明天下雨 或者明天不下雨 我们把这类试验 就只有两个结果的试验 称为这个波毒力试验 像下面这里的什么 刚出生的小孩 是这个女孩 还是 是女孩吗 女人的双眼是绿色吗 像这种 这种好像做判断题一样的 其实这种 如果是一个随机试验的话 都可以成为一个波毒力的 随机试验 它结果只有是 负跟这个 否 是跟否 这两个答案 然后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将这个 是的情况呢 称为是成功 将这个否的情况 称为是失败 然后一般情况下 会把这个成功的 我们把这个成功的时候 用这个随机变量 s去记录 成功的时候 s就等于1了 失败的时候呢 s就等于0 这时候 s等于1的概率是p s就是1-p 这时候s就是一个 以p为参数的01分布了 所以每一个 薄罗利试验 其实都可以构造出 一个随机变量 并到它服从是 这个01分布的 然后当我们将一个 阿伯罗利试验 独立的重复 N次 我们就称这一串 独立试验为 这个 N重伯罗利试验 这独立呢 和这重复 特地标出来了 什么意思呢 独立是指 每次 试验之间的结果 互不影响 比如说你在 抛十次硬币中 即使你前九次 都得到的是 正面朝上的结果 但是在第十次的 抛硬币中 得到正面朝上的 概率依然是 二分之一 它互不影响的 你不会说 前面抛太多次 正面向上了 那后面要出现一下 反面向上 或者是 继续前面结果 正面向上 然后这个重复呢 重复是指 每次试验成功 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抛硬币 你把正面朝上 称为成功的话 那么你每一次 得到这个正面朝上的 概率都不会变的 最简单的 从伯罗利试验 也是这个 将这个硬币抛 N次 像之前提到 这个频率和这个概率 之前 以前不是有很多人 在抛个 这个硬币抛了很多次吗 那么他们都是一些 N球的伯努力试验 如果 如果把试验一 记住是从一个 装有A一个白球 B一个黑球的项目中 认取一个球 那么我们要观察 他得到的是白球 或者是黑球的话 连续做这种 有放回的抽样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 十重的 伯努力试验 注意这里有放回 比如 这就不是一个N球的伯努力试验了 因为你第一次取到的牌 取到了什么牌 对第二次取到的会有影响的 如果你第一次取到一张红牌 那么第二次取到红牌的概率 就会改变了 所以呢 他就不再是独立了 也不重复了 因为他每次取到红牌的概率 都不一样了 所以如果是无放回的话 他就不再是一个N球的伯努力试验了 那么伯努力试验 其实对应着一个二项分布 比如说将一枚硬币抛N式 用这个大S记录 这个证明向上的次数 我们现在计算一下 这个S的分布率 因为他要抛N式 所以这个S的可能取值 就是012到这个N了 因为这个N如果数目太大的话 算起来不太好 所以我们就选一个比较小的数目 当这个N等于4的时候 就是将你每硬币抛4次的时候 3次的话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 我们算大一点的4次 那4次的时候呢 这个样媒空间一共有 16种情况 就是2的4次方 那么S等于0的时候 就是4次正面向上 就是2的4次方分之一了 S等于D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第一次正面向上 第二次正面向上 第三次第四次 所以一共呢 就有四种情况 所以S等于D的时候 就是这个 4乘以2的4次方分之一 S等于2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是第一次正面向上 第二次正面向上 然后第三次是反面 第四次是反面 也有可能是第一次正面 第二次反面 第三次正面 第四次反面 有很多种可能一共有六种情况 为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你在四个位置中 另一取了两个 当这个正面向上的 然后剩下两个就自然是反面了 所以它一共有四取二种情况 所以它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当这个S等于3的时候 也就是说有三次是正面向上的 那么类似的情况 就是相当于在四个空的位置中 随面挑三个 就把它当做是正面的 其他一次呢 是反面的 所以一共有四取三种情况 然后最后S等于4的时候呢 就只有一种情况了 所以我们把这些 S等于0 S等于1 S等于2 这些 它们的概率全都 用一个统一的公式 归纳出来 就等于这个了 这个N就是 你重复 那四次 这时候N就等于4了 如果你重复五次的话 N就等于5 重复六次的话 N就等于6 这时候其实S就是服从一个 参数为N和二分之一的二项分布 那么对于 像这个参数不是二分之一 是一个比较更加一般的 我们用P表示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在一个N重的 伯鲁尼试验中 我们把这个事件A成功 发生的次数就为这个S 这S就是一个学习变量了 那么P A 就是等于P了 就好像刚才的那个 学校到火车站 这个经过的交通灯的数目 我们不再用一个具体的数字去表示这个 交通灯的数字 我用N表示它要经过N个独立的交通灯 然后每个交通灯是红灯的概率呢 是P 然后我们用S表示 一路上遇到红灯的次数 然后我们也可以求这个S的概率分布率 这时候S的曲子也像刚才抛应币的一样 是0123 一直到这个小N 我们把这个事件A计为遇到红灯 事件AI呢 就是在第1次的时候 第1个交通灯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红灯 我们先把它设为3就好了 3的话其实跟抛应币有点类似 3的情况我们看到 通过这个事件概率的计算的话 我们可以求出S等于1 S等于2 S等于3 3的各个概率曲子 然后更一般的情况 如果N不是等于3 N是一个位置数的话 我们可以归纳出来 是这种情况 这个S等于K的概率呢 是这个 这具体怎么归纳出来呢 其实是可以从这里 你把N等于3情况写出来 N等于4的情况也写出来 做一个对比 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书上第34页 也有具体的讲到一下 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 其实跟我们之前学到的一些概率计算 就有点有点关系的 看起来应该不太难理解 我这里就不具体讲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其实记也不太难记 大家多用用都熟悉的话 二项分布的这个分布率 其实很容易记住 这时候我们称这个S服装是参数为N和P的二项分布 即为这个这样子 所以以后看到题目写着一个波浪线什么什么的话 你就知道它是服装一个什么样的分布了 很特别的时候呢 就是单这个N的余地的时候 其实这二项分布就是一个01分布了 所以01分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二项分布 这个数字 这个N代表了这个重复的次数 这个P代表了这个事件成功发生的概率 比如说Pow10去硬币 你把这个正面向上 就为这个成功事件的话 那么S进入这个正面向上的次数 S就服从这个参数为10和0.5的二项分布了 比如说你同时Pow6颗头子 其实你也可以看作是 将一颗头子Pow6次 那么用Y进入这个6点出现的次数呢 这时候这个Y就服从参数为6和1的二项分布了 二项分布在后面的学习会很常用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 比如说看一下这个例子 某员独立设计400次 然后每次命中率都是0.02 如果它命中的次数 我们用这个大S去表示的话 我们要求这个大S的概率分布率 还要求这个至少有两次命中的概率的话 其实知道它服从二项分布会是一个 会是很好求的 首先它的因为这个S是服从这个参数为4和0.02的二项分布 有些书会把这个二项分布的大B 用这个小B表示其实都是一样 然后它的分布率其实根据二项分布的分布率公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出来了 然后我们要求的是至少有两次命中 也就是说S要大于等于2 其实就相当于把S等于0和S等于1的情况减掉 所以就是一减去PS等于0减去PS等于D 然后这个PS等于0代入公式就给计算出来了 再看一下书上的这个逆二 在书的35页就是电子书的45页吧 它说按照规定某种型号的电子元 按键使用的寿命超过1500小时的话就是一等品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大批的产品 它的一级品率是0.2 就是说在这一大堆的产品中有20%的是这个一级品 然后现在我们从中随机的抽20只 问这20只元件我们差好有K只是一级品的概率是多少 其实这是一个不放回的抽样 但是由于这个总数很大的时候呢 而我们抽的件数又比较小 比如说你总数有100万只 但是我们只抽20只的话 这个就相当小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有放回的来处理 只近视一下 虽然这样做呢会产生一些误差 但是不差并不会太大 在我们的可以永远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把检查一个元件 看它是否为一级品的 看就是一次试验 那么你要抽20只的话 就可以相当于做了20重薄努力试验 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个大S去表示这个抽的这个一级品的次数 之数的话 那么这个大S就服从这个二项分布了 那它恰好有K字的这个概率就可以根据二项分布的公式代入一下 这个N就会抽出来了 其实也不算抽 我只是把公式写了一下而已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每一个结果都算一下 S等于0的时候 S等于1的时候 S等于2到S等于10的时候都可以算一下 然后把它画到一个这样一个表上面 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概率呢 是随着这个S曲折有所变化的 当先是随着S的曲折越大 这个概率也是越弹 然后慢慢又变小了 然后在这里呢 S等于4 K等于4的时候 就是打S等于4的时候 它可以取到一个最大的概率 然后随着之后就一直减少 其实一般的二项分布都是有这种 这种性质的 就大概分布也会这样 当然它会随着的参数不一样 它的高矮或肥胖也是不一样的 后面会讲到这个 然后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二项分布这个概率公式 当这个N很大的时候 你计算起来其实十分困难的 特别是这个曲子 比如说你要做100次这个POW INB 然后你要把这个SG这正面向上的次数 你要把它所有情况都求出来的话 或者是你求特定某种情况 就是说这个N非常大 你计算起来这个系数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是在以前这个二项分布提出来的时候 那段时间呢 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科技 计算这些数目也没有 而现在的计算机一样 你输一个代码就可以求出来的 所以以前的统计学家或者数学家呢 就想了很多种方法去近视的计算这个值 我们不需要精确值 我们只要一个大概的近视值就好了 那么波充分布呢 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 首先波充提出了一个波充定理 就是说当这个大N去相遇无穷的时候呢 这个S等于K的时候 它的概率值呢 就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定理呢 我就不详细证明了 相信大家也没有 没有什么耐心听我去讲 这个定理是怎么证明的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一下数 然后有了这个波充定理呢 就有了 然后波充也提出一个波充分布 它的分布S等于K的时候 就刚好等于这个值 然后波充当你提出 这个波充分布 其实主要是运用来这个 近视这个二项分布的 这是波充分布的当这个Landa 取不同值的时候 它的分布的情况 你看一下当这个Landa等于10的时候 它就呈现出一个比较对称的 这个近视呢 会是在这个P 就是说二项分布里面P相当小的时候 一般是小于0.1的时候呢 它近视会比较有效 这时候就有这个 就是说当这个P小于等于0.1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波充分布 去代替这个二项分布 当年波充提出这个波充分布之后呢 除了来近视这个二项分布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这个波充分布还是很常见的 它比如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某一个医院在一天里面的 急诊病人的数目啊 某一个网站的 某一天的访问数啊 或者是公交车站到来的乘客的数目等等等等 这些呢 都是服从波充分布的 后这这个物理科学上这个放射性分裂 落到这个某个区域的字典数啊 热电子的发射等等 它们也是服从这个波充分布的 虽然波充分布虽然当初提出来的时候 是用来近视这个二项分布 但实际上它现在更多的应用 在这个学积过程或者在这个物理中 毕竟现在科学发达了 计算二项分布的每一个精确值 也只有有了计算机 其实也不太难 可能要发挥 要费一点时间而已 这是书上的一个例子 用怎么用这个波充分布去近视这个二项分布计算呢 他说在计算机硬件公司知道的某种特殊型号的微型芯片中 赤品率呢 它是有0.1%的 然后因为各个芯片之间的赤品呢 互相独立 然后我们现在要求在1000只这样的产品中 至少有两只赤品的概率 我们用S来记录这个赤品的数目 那么S就服从这个参数为1000.001的二项分布了 我们要求的概率就是这个S大于2的概率 就相当于1减去S等于0 然后减去S等于1的概率 我们看到S等于0的概率是0.999的1000次方 然后S等于1的概率呢 是后面也有这个0.999的999次方 这个次方处其实十分之难求 你用计算机求这个约数的话 求出来会是这个0.264 但是如果你用Potron分布来计算的话 这时候Lambda就是等于 这个N乘以P就是等于这个E了 然后S等于0的时候带进去 这个公式 S等于1的时候也带进去 这个公式刚好 都是1的-1次方 然后这个数字让计算机算起来的话 也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就等于这个 其实看到这两个数字之间差别 也不是太大 所以当这个N大于20P小于0.05的时候 用这个Potron分布呢 它的近视效果会比较好 好了 这一段先休息一下吧 我准备了 就这一样 抓到 我好 我来 先 的 我觉得 我来 弄